試管營養專心都有精子銀號 所以你要確認一下 你要去的尋求服務的這家試管營養專心 它有沒有準備精子銀號 所以你可以打電話去問 不多啦 我了解的是不多 我們看下段VCR 那不管是復稿痕後稿痕已經提出來的精子 都要經過處理 不是說營養都拿出來就給它做下去 不是 所以我們必須要經過處理 經過洗滌 經過純化 經過理心 不管是睪丸 副睪丸 正常射精 因為精液裡面它有前列腺素 你如果不處理的話 有些紅血球 白血球 或者是前列腺素 你就不處理的話 這個精子要達到受精的目的是困難的 好 我們先來接通扣音電話 這是線上有一位楊太太 楊太太您好 小姐 我自己問一下 你都說 我們蔡醫師在這邊 如果沒有精湯那要怎樣 要怎樣 他可以先抽的看 他有辦法開桌 拿到精湯嗎 所以 如果說這個男人 可以先來我們便宜抽一個火 抽火就知道有辦法開桌 如果抽火 有辦法開桌就開桌 拿到精湯 抽火 抽價 還是都沒有精湯 沒有 那抽的報告多少 都靈的 不是不是 抽的報告是很高的 還是你 靈港 那是你學生 你叫你學生拿報告來找我 因為你 不可能抽火是靈的 絕對是很高的 還是 應該是抽火出來 所有都很高的 他在電話旁邊 他喔 他出去了 沒關係 不然你叫有能拿報告來 我 那報告就看得出來 他是去 修團兵 沒關係 他叫你叫人過來 還是要去拿報告來 那你這是在哪裡 在中間 一段三百九十二號 沒關係 你說我們便宜的名 他應該找到有的人 是 等一下你可以問我們 裡面的人 還是不然你再靠一個電子 來電視公司問我們便宜的主席 好 抱歉 好 楊太太謝謝 好 絕對我都該管了 是 我們看一下DVC 好的 那有些人就說 啊我可不可以吃藥 根據文獻報告 就是可以增強男人建議品質 就是維他命C 維他命C C A1 維他命B6 維他命B12 那這些你可以全部都一起吃 叫做 雞尾酒療法 看一下DVC 好 我們 對這是葉酸 所以 這些都是在文獻上有提到的 就是說 的確確有幫忙 葉酸是黃色的 所以 如果你有吃葉酸小便 一定是黃色的 那青紅柿是 非常強的抗氧化劑 所以他也可以改善精子的品質 那當然你不可能說 每天叫你去吃紅番茄 所以 不是有一個廣告說 當義大利的番茄紅了 義大利的意思就綠了 就表示說 番茄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健康食品 我們看一下VCR 是我們VCR已經全部看完了 那我們看一下故事好了 好我們看有沒有特殊的案例 對特殊案例 那這個案例是不印證三名 那他一開始就 抽血就知道他是非阻塞 像剛才那個歐巴桑們 那個抽血那個報告就可以看斷 他開刀能不能拿到精子 那非阻塞型就是 開刀拿不到的 就是那個抽血值就很高很高 抽血不可能是零 所以那個歐巴桑可能 以為金 他的金子的數目可能是零 但是他抽血可以知道說 有沒有辦法照到拿到精子 他改完起金失敗 那後來就是 起金起不到 那還是要生孩子怎麼辦呢 那就用借金子已經好 所以剛才這個歐巴桑 其實也可以用這個案例來回答他 就是說 一看這個報告 如果是起得到 那就開刀去做四管嬰兒 取不到 那就用金子營養來做四管嬰兒 後人工受精都可以 那這個案例就是三十八週 用婆婆盞生死一對 雙胞龍奉牌 所以果真你實在是起金也起不到 怎麼辦呢 那是你也同意 你可以接受 用別人的精子來生孩子的話 那就用金子營養 去尋求有金子營養的四管嬰兒中心 我們看一下一個案例 那這是一個29歲的不應徵六年 那他是阻塞 那阻塞就好辦了 他可以互稿幾斤取到四管嬰兒 沒有想到四個胚胎全部中獎 周創力很高 那後來減胎成為雙胞胎生下來 所以我們遇到的無精症裡面 如果是阻塞型無精症 可以拿到護稿引起金 這是最好的情況 最好的結局 一來他可以拿到自己的精子生寶寶 二來護稿引起金通常 精子會多到可以有多餘的精子可以冷凍 而且護稿引起出來精子的品質 會比稿引起出來精子比較好 因為他是快要吃成品 那稿引起出來精子有時候會拿到一些不成熟的 所以以前有一個技術叫做羅斯尼 就是說你拿到精子是還沒有長出尾巴的那種精蟲 那就把它做單力金融注射叫做羅斯尼 不過那個技術後來被質疑 所以今天的重點還是在於 希望觀眾朋友不要誤言說 無精症就懷憂上去就是說 無精症就是無厚 就是截子截孫 就是無法生兒育女錯 我們要先找出誤說有沒有辦法找到精子 像剛剛那個歐巴桑他的兒子 他去抽血 那這個抽血報到出來就知道說 有沒有機會去取精起到 那如果說一開始就知道起不到 那就開始往精子銀行的方向去思考 是所以有時候做完這個抽血報告 應該要問醫師問清楚一點 到底是用什麼方法可以來解決 因為那個抽血最主要就是 這個抽血要幫我們判斷這個病人 他要走哪一條路 是要手術取精呢還是要用精子銀行 那個看得出來 比如說FSH超過12A Teselung偏低 那就是考慮精子銀行 那或者是說還有一種情況 就是說他的染色底 47X XY 叫做克林斗爾這中文群 是 那這個我們可能要復一個時段來講 說染色底跟不印症的關係 那像這種病人也可以取精起 給你看看 他取到精機率是很低 如果取不到也可以用精子銀行 是 所以如果說精英觀眾朋友 如果說看完這一集 有一个新的就是说 原来吴金正生孩子的几率还这么大 像我们就 我们碰到这些案例都生下来了 很简单嘛 就是抽血看有没有造金功能 有造金就是取经 没有造金就用精神 其实我们把结论这么简化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总之你就把这些 头大的事情或伤脑件事 你交给艳芳就可以了 是 好那么我们最后的时间 最后一个问题 再来请教蔡医师 就您的观察来讲 像这些无精症的患者 他们所生下来的小孩 会不会将来在先天上 会有一些异常的状况 其实有一种情况下 就是假如他的无精症 是来自于染色的 比如说歪染色体上 肠壁有一个显微切尸 就一个地方断掉或不正常 那他起经起得到 去做试管婴儿 生出来是男生的话 有机会把这个无精症的基因 往下遗传下去 是 食指之外 无精症取经做出来试管宝宝 目前为止的统计 跟自然怀孕 跟传统试管婴儿 的正常跟不常比例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不会说有特别的异常状况 目前的报告统计没有 都一样 是好 那么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跟蔡医师聊到这边 非常感谢蔡医师 也知各位观众 晚安 祝各位心想事成 是 那在这边呢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下个礼拜四同一时间继续锁定 祝你好运节目 我们再会 无精症不代表无后 无精症也不代表不能生儿育尼 破过护搞完起经 搞完起经 一样可以做四孔婴儿生儿育尼 若起经失败 也可以用精子银行生儿育尼 祝你求子顺利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